只是为了应付父母的催婚 徒弟竟撒娇求师尊假扮成自己的富俊 为了演得更像一些 两人不仅置办了一车礼品 平儿更是试着喊了一路的狼君 甚至抓住车辆颠簸的机会 装成若不禁风 挨压人家没坐过马车呀 在车厢里横冲直撞 让陆恒忍得很是难受 而一路有惊无险抵达平儿故乡 也随即引来很多小朋友 大喊平儿姐姐回家了 陆恒这才知晓 平儿也是出生穷苦的人家 二老却很是热情得知 女婿前来便出门迎接 不过这姑爷连个称呼 都不叫似乎话太少些 平儿这才想起忘了这场 难道还想让堂堂魔教教主 喊一声爹娘不成 见状陆恒也不禁思考 若是真的摩天会如何应对 不过事已至此 自己只能随意发挥了 因此面对二老的盛情款待 陆恒表现得十分得体 当然也没耽误狂炫韭菜 二老也是越看越喜欢 气氛逐渐轻松起来 既然成亲之事已了 那姑爷打算什么时候 听了平儿脸色变得羞红 甚至不敢直视陆恒 之前自己只想当充施 逆途获取师尊灵气 却不曾想终有一天 会与师尊收获爱的果实 到时候给宝宝 教个什么名字呢 张三还是李四 抬头看到岳母一副 我们懂了的表情 平儿生怕在拷问 二人拉起陆恒朝外狂奔而去 外面平儿没话找话 师尊是不是很为难 陆恒却没想到 女魔头还有娇羞可爱的一面 为了缓和尴尬 两人来到村外一处灵犬 平儿介绍此乃一对 至圣强者情侣所开辟 自此瀑布有了灵气 也让此地百年来诞生 庶民武王晋强者 在孩童时期 自己就特别喜欢来这里 游玩师尊觉得如何 而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搜寻到灵石踪迹 看来那个传闻果然不假 此地必有矿卖灵石 或天大机缘 否则灵气不会如此容易 那我回去叫些村民 来大家一起挖 赶紧回来你长没长脑筋 无尽岁月前两位强者 都未将其挖开 因此可以断定下方 有什么可怕的生灵在折服 贸然形势恐惠惹出祸端 说话间强横气息破空而来 不消多时几道身影 尽出现在平儿家的小院 岳父岳母匆忙出来迎接 只见其中一名年轻人 笑着跟二老打起招呼 原来是之前邻居老张家的 儿子李铁柱 此番正是领到宗门任务 路过此地 而身后领头之人 明显不想干得太紧 村民表示看铁柱 现在多威风 还是与你家平儿 从小一起玩大 你怎么突然就冒出个 人类孤雁难道比得过铁柱 听了岳父一脸尴尬 而铁柱也很惊讶 他们说的没错 你这些年没回家 平儿嫁给一名人族敷血 而听到还是一位 宗主铁柱眉头锁得更紧 说话间只见平儿 与陆衡一围而止 平儿认出是幼时玩伴 却一时想不起名字 听闻介绍才恍然大悟是小柱子 而其身后几人 明显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铁柱不好违抗 只能表示半王回来 再聚姐姐等我 这帮人差不多 大概可能是要出事 平儿我们跟着去看看 而几人的目标 果然是后山中的灵犬 为首之人 取出一块镜子式的东西 没错就是这里了 此地下方有巨大零食矿卖 看来五宗要发达 青年随即吩咐铁柱 去村里找些村民挖矿 来者两块下品零食 其他人继续随我 勘定零卖放递 而不远处 陆恒二人将此尽收眼底 若不阻止他们 整个村子会遭殃了 整个村子 那岂不是连我父母都 再也按捺不住 狮平猛地跳到众人 跟前大声呵斥住手 一众午休望向眼前利人 眼中露出一丝差人 可就在当当 发现到玄宗 准备偷偷挖开后山林脉 若是任其胡来 整个村子都会以为 平地连平儿父母也不多挤 听到此平儿大声呵斥住手 而众修士也瞬间 被他的美貌吸引 刘冲却已先发现 惟犹并搬出到玄宗的大力 下一刻我插上翅膀 原地拔葱 呵呵好一个到玄宗 见到此景众人 巨是心头一惊 而等不知死活 难不成还连累一个村的村民 看对面三分不服 气氛不屑 平儿偷笑这群家伙 还不知自己惹上了何等的 而等纪为武师那本作 便只用武师之计 只见凛冽剑光 瞬间照耀方圆百里 作为玄门至高秘书 太义玄天剑 岂是对面所能品敌 来不及躲闪几个小卡拉 瞬间化成鸡粉 而刘冲如惊弓之鸟 却还想输死一搏 猛的朝平儿批来 以为他只是一个好看的花呆 可很快他便知自己大错特错 小妮子也是五尊强者 而且出手 更加狠啊 看到平儿出手 我不禁留下冷汗 老摩天魔鬼训练下 哪个徒弟是省流的灯吗 见师兄弟接连领了 和饭仅剩的小卡拉跪地求饶 系统也提示 让敌人敬畏 听完来龙去脉 什么 得罪的是魔神殿的摩天 可你所描述的相貌 根本不是三百岁的老 如此年轻看来 多半是假借摩天名号 不过其能轻易斩杀 武尊高手想必也不解 打假这种事情 还需老夫亲自冲啊 而村外视频表示 以通知师姐 他们很快便会打 边说边掏出一口 包了浆的老婆 等待至于师尊不尝一口 这灵泉水 听到可提声修为我连连点 但是师尊那水瓢只有一个 师尊不介意与平儿 同饮一条水吧 那又有何不可 可你所谓的同饮 原来是同时饮 还有你这喝水的方式 很容易让人心愿一马行不行 下一刻微风划过 平儿瞬间警觉 师尊不要喝了 到玄宗的人来了 只见空中道道身影 闪过强横气息蔓延而来 甘全村民眼中满是震惊 只因自己甚是害人 到无极首先自爆家门 随后质问何人 打着摩天七号 加害我一众托儿 哪知对面年轻男人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逼逼叨叨 见到本作还不跪下 萧小之辈还在装 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会是摩天 看到没有补助老头 我只能用出一张体验他 下一刻无尽魔气 显现紫色虚影 如魔神降临一般 到无极如泄了气的皮球 居然是圣人异想 在联想之前 摩天突破五圣涅槃重生的传闻 看来眼前的年轻人 真的就是摩天 而且还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五圣 就在刚刚 我假扮摩天身后 显现出五圣异想 见状到无极恨不得 抽自己两个嘴 只怪自己有眼无珠 竟会惹上摩天这个杀神 随即吓得连连后退 声音带着颤抖 阁下是不是想杀我 我轻轻吐出两个字 你不配 因为我清楚自己虽是假的 可我赶来的徒儿们 却是货真价实的魔头 众人心惊胆战 果真是魔神殿的弟子 而龙轩率领众师妹 毕恭毕敬向我参拜 只听众女杀生振天 请老祖下令我等出手 以捍卫我魔神殿的威严 我表示不必 不如让他们为我等效力 便已被画魔法童话的 留下反抗者在一带杀之 龙轩则表示正好 实验下刚升级的画魔法 只见天穷中红色法阵成形 纵然乱般抵挡 也无济于是众人 很快化为魔体 当然我也从中获利 再获几百功德点数 而此刻只剩到 无极轰然跪地 求老祖高抬跪手 小人即使不变魔奴 也会为您干脑涂地 而这一幕 让平儿表弟一脸不可置信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师尊 居然对自己的情敌下落 本以为是这男人配不上姐姐 如今看来 确实自己不配 就在这时身后的平儿 轻唤了一声她的名字 她才发觉 本是素衣的表姐 此刻换上一身战袍 傲人身姿被勾勒得 更加凹凸有志 然而此刻 她也只能随平儿 来到我的面前 鼓起勇气 平儿换了一声师尊 我天狐祖本在天风大陆 就不受待见 有宗门 收我族人为徒 便是天大的姓氏 而道玄宗挑衅师尊 最本当诛 但我表弟年幼无知 或是受人蛊惑 因此看在平儿面上 师尊能否设其不死 文言我也很是无语 脑海中魔鬼与天使 两方展开激烈辩论 呵呵 青梅竹马必须死 善哉善哉 那样我们的平儿会很伤心 那怎么行 我们的女人 难道能容忍有他人挂念 好了好了 选个折中的手段好了 而看到我还在犹豫 如何处置平儿表弟 龙轩踏前一部 错失的小孩 龙轩则不顾逼近 你要知晓自己的身份 莫要不知好歹 只见平儿一脸无助 表弟内心却泛起波涛 刚刚他说姐姐 不过是魔神山的二弟子 还此般对待姐姐 莫非姐姐与这男人并未成亲 可即便是他两人并未成婚 难道我还能有一丝机会 本是应付差事 临时假扮一下夫妻 没成想师尊 居然假戏真做 而这一切 只为让徒儿的初恋 彻底断了那条心思 就在刚刚 视频请求我放过 平儿的导信 想到此我牵起他的小手 平儿则是一脸震惊 娘子既然开口了 夫君又怎会不一 说话间 手中的动作也在同步进行 平儿也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 师 夫君 而这炸裂的一幕 不亚于原地惊磊 龙轩感觉身体都被掏空 这可是我的师尊 居然偷偷和师妹 这狐妹子成婚了 我无语等下 要好好和他们解释一下 然而这场戏 还是要继续演下去 岳父岳母催促 我俩年底生 十个八个娃娃 到时候可要辛苦一下娘子了 很明显平儿也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而当他看到表弟如同打念的茄子 瞬间便明白了我的用意 随即娇笑没错的夫君 奴家似乎在腹中感受到一股新的灵气 似乎是已经有了呢 求求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说了 实在不行杀了我们吧 而就在龙轩万念俱灰之际 地旁到无极却找到机会准备开溜 难不成 自己有机会逃过一劫 哪只头顶一道声音大喝自己名字 一名朗木剑眉的男子献出身形 武安宗主白剑指 本是正道领袖 你怎会出现在摩天阵营 莫要多言 白剑指手掌翻飞 因为自从拜师于我后 他也袭得化魔之法 只见他一掌拍向老灯的天灵带 此刻正是他在我面前 展示修炼成果的最佳时机 而等一切尘埃落定 怕村民见到魔奴而恐慌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下令龙轩带领一众魔奴看守灵犬 而我则陪着平儿回家 与其父母告别 可就在这时几名武修出现在胡族村口 凡人 你们这甘泉村可是有一处灵犬 村民不敢违抗 只能一五一时到来 什么 你是说还有几名武修早已杰族先登了 是哪些不怕死的 敢抢我千鸡门看上的东西 我深深懒腰千鸡门 什么破名字听着就拉垮 而等几人瞥见我身后平儿的表弟 这不是道玄宗内的胡族小子吗 就你们这种连胡人都说的三流门派 也敢挑衅我千鸡门 而面对取笑表弟不敢多言 只因千鸡门的确是自己不敢惹的存在 是吗 你们是觉得胡人很好欺负是不是 我缓缓看向平儿 要不请娘子辛苦一下 几个小卡拉则是笑得更加放肆 看看哪 这家伙自己不敢 还要把他娘子推到前面 而迎接他们的 则是平儿那看似人畜无害的粉红小皮鞭 就在刚刚 看到千鸡门一行来胡族村落整事 随着震怒的平儿手起边落 一个小卡拉应声倒地 居然是五尊敬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好意思人家只是个胡人小娇妻 胡说 我这就回去禀报世尊 看他不带人屠了你们村 不用了 小皮鞭穿胸而过 还是让你们世尊自己寻来 我才懒得理你们 因为今晚奴家还要好好服侍富居 听完两个男人同时站立不稳 小表弟彻底死了心 而我则原地裂开今晚住世平家 看来要同床共振 那自己的武士修为岂不是要露线 平儿却没多想吩咐表弟前去村口 将这几名靓仔晾在晒衣杆上 以告诫千鸡门犯我村者杀无赦 现场的村民一时反应不过来 难怪师老六天天吹嘘女儿如何了得 看来这个老六真的没有吹牛 只是老六夫妻看着女儿的变化有些难以接受 对我这个飞出来的女婿更是多了几分恭敬 而随着一番热情招待 平儿表示还要与我一同对抗千鸡门的复仇 岳父下的一个机灵怎么还要跟人动手 陆宗主你一定要保护好小弟的女儿 我顿时一阵无语 毕竟这是我此行假扮结婚的老岳父 岳父放心 我活他活 就算我死他也一定能活 文言平儿这个魔头眼眶都失了一个日 而剩下的剧情就变得比较枯燥 毕竟大家对此都不感兴趣 经过几日相处平儿处处感受到我的关爱 因此师尊何不与平儿假戏来个真作 而作为证人君子我心中又何尝不想 只是一想起我是假的摩天心中顿时凉了半解 还有今天与道玄宗的说辞 与之前拒绝徒儿们的解释自相矛盾 就在我进退两难之际 门外出现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师尊徒儿都已经是两口子了 怎么还用这种称谓 岳母一脸黑线 你晚上也不是玩得挺娃 忘了昨天还让我陪你玩带网与臣妾的剧情 嘿嘿嘿 对对对 这时岳母推了一把老头子 你过去一点让我也听听 哪知用力过猛 师老六众心不稳一头撞开房门 岳母不知如何解释一把捂住了 平儿则是一脸羞愤 居然忘了设置结计 临时结计 给我封闭 老两口一阵无语算了吧 还是睡觉去 好了师尊 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 或许因为您变得年轻 或是突破了五圣境界 人家总感觉师尊有了好多不寻常的变化 啥 难道被他发现了端宁 而看到平儿这次真的是挺心 我只能准备好五圣体验卡 一旦露线马上使用 一夜相安无事 主要是我不能多讲 而平儿也终于感知我是五师境界灵气 果然 这次糊弄不过去了吗